都是地府惹的货 不讲牛大宝 冠名你猜哥 第57章 比曹操还快 范畴想往里边挤一挤 可惜人太多 里三层外三层 好不容易找了个空钻进去了 垫着脚往里边看 地上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长发 戴着眼镜 长得丝丝纹纹 脸上去戴着沧桑 胡子拉叉的一条右腿撑开 左侧放着一只破旧的拐杖 低垂着头 全身贯注 弹奏着手中老实吉他 轻轻的吟唱 但范畴听出一点问题了 这年轻人虽然唱得很好 却有点腼腆 声音不敢放开 甚至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躲躲闪闪着 躲避着人们的目光 好像跟他以前有点不一样 一曲渐渐终了 周围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赞扬声 纷纷响起 人们纷纷解囊 年轻人面前的吉他盒 历时就铺满了 一块五块 甚至十块的钞票 年轻人一个劲的点头 低声称谢 范畴摸了摸兜 刚好有十块钱零钱 还有五个一张五块的 就挤了过去 左右看看 把十块的揣了起来 五块的丢进了鞋盒 赞叹道 唱得好啊 谁知那年轻人突然一愣 缓缓抬起头看着他 眼神中透出了很激动 又怪异的目光 欲言又止 想要说什么 却说不出来的感觉 范畴笑了笑 哎 兄弟你唱得真不错 今天发挥很好 别停啊 继续继续 年轻人正正的看着范畴 终于露出了一丝黯然 低下头喃喃道 你 你想听什么 哎 你帮我唱一首 人鬼情味了吧 有英文版的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了 范畴回头一看 说话的正是上午 上午休息的小鱼 手里拿着二十块钱 先对范畴笑了一下说 哎 这么巧 然后就把钱 轻轻放在了鞋盒内 静静的看着那个年轻人 我 我不会 年轻人看见了小鱼 神情也愣了 随即匆匆低下头 脸上居然红了 你不会没关系 那你唱别的英文歌也行 好吗 我是说 我 我不会英 怎么 你不会 你以前不是个大学生吗 怎么不会英文歌呢 抱歉 很久没用 我都忘了 这样吧 我唱个蓝莲花 好 那也很好听 年轻人缓缓地拨动琴弦 范畴看着小鱼问 哎 你在这里听啊 我还有事先走了 小鱼笑着嗷了一声 就专心听歌了 范畴对着年轻人笑了笑 转身就走出了人群 身后的年轻人忽然撕扯着大声唱了起来 好好一首蓝莲花 硬是被他唱成了摇滚板的 还改了一下歌词 别说呢 还真有特别的味道 在西山顺利的取回了电动车 范畴回到了家 静静等待夜晚的到来 他现在有一肚子的问题要找催命 这天晚饭 红烧肉炖土豆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只有吕布瞅着那土豆就闹心 你怎么总放肉里放那东西 影响味道 哎 吕哥 一大家子人呢 光吃肉得多少啊 再说这土豆多香啊 比肉多好吃多了 你要不爱吃就挑出给我啊 反正一人一盘子菜 范畴呢 和吕布在那儿敲火 吕布往范畴那里看了看 要不我用土豆换你的肉 回边去 就你心眼的多 没门 豆鹅笑着从厨房找我了出来 你们呀 每次吃饭都吵架 这样吧 我吃得少 吕大哥我的肉给你吃 吕布不还好意的黑黑一笑 吃你的肉 那都不好意思 饭愁不干了 哎哎哎哎 那个叫吕布的 你注意点身份啊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的 哎 怎么好像少了个人呢 豆鹅也不声吕布的气 指了指冰箱 你娘俩还在里边待着呢 范畴恍然 忙跑了过去 这凤姐和小童娘俩 自打进了冰箱就没出来过 连吃饭都把他们忘了 范畴拉开了冰箱门 感觉还是有点怪怪的 前两天还一心想对付红衣女鬼呢 此时竟然成了自己家的住户了 甚至还住住在自己家的冰箱里 哎 世事无常啊 哎 凤姐 小童 吃饭了 没有反应 范畴又喊了两次 还是没反应 索性伸手去拉抽屉门 没拉动 再拉 还是没拉动 范畴挠着头 这他妈抽屉门居然冻住了 难道说 俩恶鬼的音气这么厉害 连冰箱抽屉都给冻住了 妈呀 不会这你娘俩出不来了吧 那你怎么吭个声啊 难道冻僵了吗 正胡思乱想呢 里边忽然传出了敲门声 甚至也就是敲抽屉声 小童在里边说话了 大哥哥 我们不需要吃饭的 这里待着很舒服 无聊了 我会出去玩 我娘说你不用管我们了 哦 那就好 范畴捏了捏鼻子 无语的回去吃饭了 路过梅 没油灯的时候 下意识的扭头看了一眼 摇摇头 没理一挥 他心想 你不理我 我也不搭理你 你现在已经很废油了 饭就省了吧 反正你也不用吃饭 刚坐下来 夹了一块肉 放到嘴里 就吃出不对了 冲吕个嚷的 哎 吕布 你说我偷吃我肉了 怎么滋味大了呢 吕布一脸冤枉的指着泰山 这可不是我干的 他眼神不好 把你面前的菜 当成他的 要不是我拦着 连土豆都没了 在一大家的 吃的个热火朝天 饭后简单收拾之后 豆鹅坐下 对饭愁说 饭先生 我那篇鬼故事过稿了 不过杂志社的编辑说 以后稿费 吹迟一个月发放 原来是每月十号 现在得月末了 哎 吹迟就吹迟吧 咱就一苦逼携手 人家说什么是什么 能有什么办法 好在现在手头 还有点钱 倒是不急了 饭愁忧心忡忡的 看了一眼豆鹅 豆鹅说着 现在倒也好说 可是过些天就要难了 饭愁明白 豆鹅说的意思是 过些天 大家都是要凝结实体了 那就不光是每天两顿饭 那么简单了 衣食住行 吃喝拉撒 样样都要钱 所以说 我现在得把崔哥找来 求他帮个小忙 咱就不愁吃喝了 在豆鹅诧异的目光中 饭愁清了清嗓子 就要对着空气 开始念叨找崔命 哎 崔哥崔哥 快点来 崔哥崔哥 快点来 饭愁刚要说点什么 来忽悠崔命 一句话没说完呢 身旁一个虚影 就慢慢的现身 定睛一看 来者正是崔命 我操 崔哥 都说曹子跑得快 你比他快多了 我还没等说 你就出来了 第五十八章 垄断计划 崔命说着 哎 这么巧啊 刚好我有事来找你的 哟 你这里现在好热闹啊 各位呆着都挺好的啊 刘备赶忙过来打招呼 多谢崔史君挂念 这里一切安好 好好好啊 崔命随口说完 往冰箱那边看了一眼 抽了抽鼻子 好像有恶鬼的味道 你们几个 谁放的啊 不是早说的吗 又规规矩矩的啊 这话让崔命说的 感觉像谁放了屁似的 范愁知道他说的 肯定是凤姐忙说的 哪有哪有 他们都很规矩 而且刚吃了红烧肉 你闻的是肉味吧 哪来的恶鬼啊 崔哥崔哥 你这边来 我有事求你帮忙 崔命这才不带计较恶鬼的事 跟着范愁来到小屋 范愁迫不及待的 把花小心丢魂的事 说了一遍 崔命大咧咧的一白手 就这点小事啊 我会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只要他去了地府 是没跑的 范愁连连感谢又问 崔哥 我还想问你个事 咱们地府里边 流通的真名币 是什么样的 你别咋咋的 那是我们地府 又不是什么好地方 你饭不上讨气火啊 我跟你说啊 你要早些日子问我 我还真不知道呢 不过自打出了你这个事 我就特意的上了新凉 现在兜里就有 我给你看看啊 崔命说着 从身上拿出了一张名币 递给了范愁 范愁伸手接过 仔细看了起来 不过看了半天 范愁一挠头 这好像就是张普通的名币啊 上头是天地银行 一个阎罗王的头像 印的花花绿绿的 这跟自己烧的纸 没什么区别啊 崔命看得疑惑 黑黑笑道 你看不出来真假吧 嘿嘿嘿 其实吧 我也不是真 真不认识钱呢 就是分不出真假的 上次把你那个钱拿下去之后呢 人家一眼就认出了 我一问才知道 原来玄机在这呢 崔命指了指 明币上的金格说 你看这是多少钱啊 范愁一看 前头一个一 后头五个零 这是十万块 崔命又掏出一张 你再看看这个 这是一块钱啊 明币还有一块的 这么小的票子能买啥啊 我以前烧的一张 都百万千万上亿的都有 废话你吗 你打麻将不用零钱啊 都一百的票子怎么玩啊 买个烧饼 给一百的找不开 都给人家 范愁点头表示认可 又问 那这明币到底是怎么区分真假的呀 崔命神秘兮兮的说着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地府的秘密 你看啊 凡是这种田地银行 带我姐夫头像的 而且面值在一块到十万之间 不管你怎么印 哪怕你印出二百五面值的 都算是真币 原来是这样 那岂不是说 超过十万的那些 百万千万 甚至上亿的名币全是假的 天呐 这假币储存量也太大了吧 你管他呢 反正超过十万的一律都到不了地府了 我姐夫说了 这是为了防止地府的通货膨胀 发行量不能太大了 不过据说 以前最大的才一万 现在已经有些通货膨胀的趋势了 我说 你问这个干什么呢 你看啊 崔哥 我有个想法 要是全市的真币都掌握在我的手里 然后大家来我这买 你说是不是发财的好路子呀 崔命不可思议的上下打量范畴 惊讶的说着 卧槽 你这是要垄断名币产业吗 嘿嘿 垄断他妈上 挣点小钱嘛 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崔哥的任务嘛 不过我现在还有几点 一问需要崔哥帮忙 当然了 到时候兄弟给崔哥算个股东 这一人一鬼黑黑笑着两颗脑袋凑得越来越近 嘀嘀咕咕研究了半天 最后一拍巴掌 相视一笑 崔命起身要走 转头又说道 哎对了呀 我怎么把自己的事给忘了呢 我是来找你给我弄游戏的 以前的我全都通关了 啊 不是吧 捕鱼打人你都通关了 也不能总玩那个呀 你快点快点 我回去还有事呢 这饭头把手机接过来 随便给崔命下载 安装了一个保卫萝卜 哎 你去玩去吧 哎 这是什么游戏啊 怎么玩的呀 哎 保卫萝卜 你就看好的 别让怪物把这萝卜吃了就行 具体的自己研究吧 这也太幼稚了 其实我还是喜欢植物大战僵士的 都玩通关两次的 哎 我说你们人类能不能弄出个植物大战恶鬼什么的 给我玩玩啊 饭头哭笑不得的说着 我的亲哥呀 那你得等他啥时候改行了成 IT人士的 再给你开发那植物大战僵尸吧 你 还有恶鬼什么的 那也行嘞 等你IT的千万告诉我啊 说完 崔命就乐颠颠的回了地府 顺便帮那个饭头找花小新的魂魄了 饭头自又开始他的抓鬼行动 这几天总是有事情耽搁 得抓紧进度了 现在饭头抓鬼 不饭头距离远近了 他觉得自己现在骑着电动车 在黑夜中满城市的跑的英姿颇有点恶灵奇事的感觉 回头看看自己这车上也缠着个铁链子 美中不足的就是还少了一颗冒火的脑瓜子 还有这个电动车也太惨了点 忙活到了后半夜 抓了二十多个鬼 这成绩比之前可强多了 不过没有成堆的都是三五个在一起 好在有车效率自然快 清晨悄悄回到了家中 这豆鹅居然在等他 桌子上摆着一壶热茶 饭头心里顿时就感动了 大半夜出去抓鬼 回到家中还有个貌美的女鬼给沏茶 这故事好像只有在童话书里才见过 不对啊 童话书里一般都是打鱼的或者种田的 而且那些美丽善良的姑娘 不是田螺就是龙王 龙王的女儿 就自己倒霉催着 好不容易来个姑娘 还是个冤死鬼 喝了茶之后呢 范畴昏沉沉的就想去睡觉 豆鹅头一次做出妩媚的表情说 范先生 人家需要洋气 怎么办 范畴瞪着眼珠子 哎 豆豆 你这样要洋气 我怕我脱洋啊 范畴脸一红 都是刘皇叔说的 现在的男人都喜欢 娇媚开放一点的女人 拉倒吧 你还是古典一点吧 我比较喜欢 我可比不了你那刘哥 他那是万花丛中过 片片都沾身的家伙 还有呢 你这样子呢 别让吕布看见 他容易犯老毛病 豆鹅这才羞涩着一点头 奴家今夜需要洋气 还请范大观人 怜惜泽哥 范畴有点天晕地传的 扶着个脑子说着 哎 我说你不会是在我茶里 给我下什么药了吧 我怎么觉得有点晕呢 好好个清纯的豆鹅妹子 这要凝出的实体 你看来还真动了春心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者的货 第5758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